哈嘍大家好 我是老师 熊王的频道 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得追踪我们IG FB Twitch Bilibili 还有Discord 好 本周台服 在今天 2021年10月13号晚上有公布了这个本周的更新内容了吼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最主要的就是 这个卡池啊 那卡池目前还是旧的呃 之前出现过的阴影啊 像格雲1跟慕容玄机 那如果各位没有格雲1跟 格雲1跟慕容玄机的人 那这次卡池就可以稍微抽一下 那基本上万一啦 万一下礼拜 啊真的是开 真的是开诸葛爱跟银骨邪的话 那大家可以保留一下 那基本上我觉得应该 我个人觉得10月底之前应该会开银骨邪或者是 那个诸葛爱 我觉得我觉得会啦 就是这两个礼拜内啦 好 再来一个限时活动吼 从10月14号到11月3号 那浮屠层 那 这这个 这一个啊就是他可以完成就是每一个位阶 比如说30等40等50等位阶 那每一个位阶会得到活动分数就越多 我记得是这样子啊 那有一些不错的十字筋的道具啊 就是大家如果可以挑战的话就去挑战一下 好不好 好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新挑战的七元高地 那 不不不 就是更高难度的挑战开启 之前的难度已经 我已经觉得够高了吼 那大家这个东西都是 大家有时间再去打啦 如果 强力不错的话 还是建议各位打一下 好 这还是这个古伦德的时装 那第二次 诶是第二次上架吗 对 第二 诶 哦不是第一次上架 对不起看错了 我 我看成第二次架也是第二次上架的意思 好 那 大家如果喜欢古伦德这只角色的人 那这个时装 你 看你要不要抽啦 我是觉得他包太紧了 所以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好 那 你有个超纸礼包 福瑞通宝 190块 铜钱跟红光 嗯 觉得还好 魂石自选香 170块 荒泽药素斯任意不畏 自选一枚啊 我也觉得还好 跟 灯高望远 这是什么 哦 十字镜990块 这个还可以接受啦 然后十字镜3个考虑2个 好 那 就是 浮屠城跟 古伦德 浮屠城大家可以先去玩一下 我觉得浮屠城还不错玩 对 然后 再来就是这次 这次的卡斯啊 那如果你已经都有的角色 诶 这两只你都有了 那就等鹦鹉鞋吧 好 那 关于鹦鹉鞋 要不要值不值得抽呢 我个人是觉得蛮值得抽的啦 但是如果你十字印真的很 很少了 真的很少了 那你已经有兵你的话 那基本上你可以再存一下 好不好 再存一下 那 如果你没有兵你的人 我是蛮建议你去抽鹦鹉鞋的啦 为什么 因为他有先攻嘛 他有先攻 好 那 这一节影片都就到这边啦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一下 订阅按钢跟铃铛 记得追踪我IG FB Twitch Bilibi 还有 SCO 大家 拜拜 拜拜